明朝乡村传奇故事 义是除恶霸 为民除害 好汉假扮之福 造福百姓真倾天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大明朝年间 北京城里有一位富商 名叫朱皮修 这个朱皮修人如其名 贪财好利 手段毒辣 短短几年的时间 就积累了一大笔财富 他这天得到一个消息 雷州知府因为得罪了采珠 总管太监钱德文被革职了 听到这个消息 朱皮修心理活动开了 这要弄个知府官位多威风啊 家人也跟着沾光 于是他就上下打电 一出手就是五千两白银 还真就弄到了雷州知府的补缺 这还不算 朱皮修又为自己的内地 谋了个差事 就在自己手下听令调遣 即将赴任前 朱皮修带着内地吕金田 去拜访了他的恩公 也就是宝剑他 坐上知府官位的大恩人 说起这位恩公大有来头 他就是大太监魏忠贤的 心腹内侍戴之锋 戴之锋写了一封信 要他交给雷州采珠 总管太监钱德文 并且叮嘱朱皮修 以后到了雷州 凡事都要和钱德文商议 他自会帮你 朱皮修点头称是 就此别过 四日清晨 朱皮修带着家眷 包了两只大商船赶往雷州 因为还有一些债务没有收起 就把儿子朱丁响留在了家中 处理善后事宜 等他收起了债务 再到雷州一家团圆 一路无话 这天船到了德州 恰巧这天是朱皮修老婆 吕氏的生日 老婆过生日不能不庆祝啊 朱皮修就在船中摆下酒席 为吕氏庆祝寿 吕金田还叫来了一老一少两个唱曲的 唱曲的是妇女两人 老人拉琴 女儿唱曲 唱曲的这个姑娘 长得那叫一个水链 好像含苞怒放的花儿一样 朱皮修一剑 色心顿起 再加上多喝了几杯 亮亮呛呛就走到这个姑娘面前 端着酒杯就往她嘴里递送 嬉皮笑脸的说道 来来来 陪我喝几杯 姑娘哪见过这个啊 吓得大叫 一抬手就挡一下 正好碰到了朱皮修的手臂上 朱皮修一个没拿吻 酒杯被打翻在地 煞石碎了一地 这下可把朱皮修惹恼了 一声断喝 来人啊 把他关起来 姑娘的老父亲健壮赶忙过来赔罪 老爷 小女无知 请大人宽恕 这时 吕金田走了过来 恶狠狠地对老汉说道 这酒杯乃是白玉所致 你赔得起吗 老汉一听 顿时吓坏了 连忙赔罪 酒杯的确不是小女摔碎的 请老爷饶过吧 吕金田哪里肯听 一把拉过姑娘 哼 赔不起 那好 就把他留在这儿底栈 老汉怎么肯答应 上前就要抢回女儿 吕金田以为老汉要动手 狠狠推了老汉一把 这下坏了 你别忘了这是在船上 老汉一个没有站稳 往后一仰 灯石跌落江中 偏偏这老汉又不识水性 在江中扑腾了几下 顺时没了踪影 姑娘眼见父亲溺亡 悲从中来 死命正脱吕金田 一跃跳入江中 头水自尽 眨眼之间 就是两条人命 朱皮修也有些心慌 赶紧叫人开船 离开这是非之地 第二天 船来到了洪泽湖浅滩 这里水浅过不去 得雇佣倩夫拉倩 倩夫听说是新任雷州知府的官船 就要先付银子才肯拉船 朱皮修无奈 只得先付了银子 此时正值旱计 水浅不易通行 倩夫卯足了进向前拉 船之行的也是极其缓慢 这可把朱皮修急坏了 不多时 天就擦黑了 天黑无法航行 只得靠岸 就在这么个时候 忽然听到一声呼哨响 从芦苇荡里冲出四条小船 像利剑一般冲向官船 吕津田一看大叫一声 有强盗 说着命令随从亮出刀剑应战 小船说到就到 几个大汉手持钢刀 如狼似虎一般跳上官船 见人便砍 那些个随从不是白给吗 大汉手起刀落 七里咔扎几下就都给解决了 然后将绿津田捆了个结结实实 朱皮修夫妇躲在船舱里 吓得浑身颤抖 只见几名强盗闯了进来 朱皮修赶忙跪地求饶 待他定睛观桥 发现这伙强人不是别人 正是拉倩的倩夫 为首的大汉点指朱皮修 只要你把雷州知府官位 如何谋来的 赵石说了 我就饶你不死 朱皮修哪敢隐瞒 指得圆圆本本赵石叙说了一遍 说完 将戴之锋写给钱德文的书信 交给了大汉 大汉接过书信 朝旁边的几人一时眼色 那几人即刻会议 将朱皮修夫妇 还有吕津田一起套入麻袋中 再放进去几块大石头 搜得一下扔入江中 朱皮修害死卖畅的妇女 有道师报应循环 如今也落了个葬身疆底的下场 这伙强人都是洪泽湖上 为民除害的好汉 他们早就听说新上任的知府来路不正 是个贪财好色 心狠手辣的狗官 就在此等候多时 今天终于除掉了这个 吃人不徒骨的皮修 真是大快人心 在收拾完毕 众人拿住书信为座一团 商议接下来怎么办 为首的李中林提议 干脆 咱们拿住书信去雷州赋任 众人一听 好啊 一致赞成没有异议 于是李中林扮作知府 另一个头领杨宝泉扮作疏力 张常贵扮作总管 其余众人扮作随从 坐上官船 奔赴雷州 一路无话 这天官船到了逐西县 这逐西县令听说 新上任的知府到了 那还不得巴结一番 于是颁布命令 每家每户出一串钱 作为迎接费用 李中林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恼火 就带着杨宝泉和张常贵上岸探访 这天早上 地宝侯六跑到电农刘老汉家里 收取迎接费 刘老汉前些年得了劳病 不能下地干活 家里穷得接不开锅了 哪有钱上交 侯六不管这些 把眼睛一瞪 这是上面的命令 没钱也得交 刘老汉苦苦哀求 恳求侯六宽限几天 侯六冷笑道 哼宽限几天 想得美 都像你一样 我还怎么交差 就在他们争论纠缠之时 打外面走进来几个黄脸大汉 一身商人打扮 为首的大汉对侯六说道 官爷 你看老汉家里确实挺困难 你就高高手吧 侯六一听火冒三丈 大声叫嚷 哎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要你多管闲事 滚一边去 旁边的汉子看见侯六如此嚣张 气就不打一处来 怒声吼道 大爷我就管定了 说话间挥手就是一拳 打得侯六眼冒金星 灯石栽倒 侯六挨了打哪里肯一 捂着腮帮子爬起来 叫嚷道 好啊 有种你别走 给我等着 咱走着瞧 说完就跑了 刘老汉一看大汉打了侯六 吓得直哆嗦 赶紧跪岛谢恩 几位好汉爷 你们闯下大祸了 赶紧逃命去吧 大汉听闻哈哈大笑 搀扶起刘老汉 老人家莫怕 万事由我承担 绝不牵累于您 只不过一带烟的功夫 侯六就带着几个牙翼 气势汹汹跑了过来 嘴里叫嚷着 锁上 都给我锁上 就是他们几个 一个也跑不了 几个大汉并不反抗 任由牙翼套上锁链带到了县牙 先令胡无学听说 带到了几名强盗 立即升堂审案 他猛地一拍金堂木 用手点指几名大汉 胆大的强盗 你们在这里犯下多少案子 得了多少银子 还不快从十招来 为首的汉子轻蔑地笑笑 回道 我在本县每户人家都抢了一串钱 这一共得了多少银子 大人你替我算算吧 县官胡无学一听暴跳如雷 历声斥问 脏银在哪里 窝主何在 大汉回道 窝主就在门外 你只要喊一声 他就进来了 胡无学一听还有这事 真是闻所未闻 于是命令牙翼下去传唤 不一会一位身材魁梧的汉子 走了进来 见了胡无学也不跪拜 昂首挺立 胡无学这下气坏了 还有如此嚣张的强盗 大声问道 你是何人 脏银藏在哪里 那人拿出一个纸包递过去 冷冷地回道 大人看过便明白了 胡无学接过纸包打开一看 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纸包里面是新任雷州知府的部罩 胡无学下的面无血色 贪坐在椅子上都快没气了 魁梧的汉子 双目如剑直刺向胡无学 说道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书中代言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李忠林 他听说逐席县令 假借迎接知名敲诈百姓 就派杨宝权和张长贵扮作商人 悄悄潜入县城 暗地里探访实情 那天侯六在刘老汉家收钱 恰巧被张长贵撞见了 看到侯六太嚣张了 就教训了他一顿 这才引出后面的事来 胡无学腾得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 赶紧给张长贵松绑 又归在李忠林面前 连连叩头求饶 大人饶命 小的有眼无珠 错抓了您的部下 小的该死 万望大人恕罪 李忠林狠狠斥责了一番胡无学 然后说道 献你三天之内 将收来的迎接费发还给百姓 并且按三分计息 胆敢违抗 众半不饶 胡无学连连点头 请大人放心 小的一定照办 一定照办 李忠林又命令牙役 将侯六众打三十大板 并且告诫侯六 日后若再敢欺压百姓 将隔职严惩 侯六被打得皮开肉战 哭爹喊娘 哪敢不从 连声求饶 小的再也不敢了 处理完毕 李忠林这才带着众人转身离去 离开竹西 观传一路畅行 这一天就到了雷州 李忠林换上官服 带助书立杨宝拳前去拜访 采株总管太监钱德文 递上了戴之风血的亲笔信 又送上了随理的金银 钱德文看罢书信 见李金非常丰厚 心里十分满意 就招呼旁边一个白脸胖子 过来与李忠林相认 说道 这是雷州的大富豪黄万户 今后有何难处直管找他 李忠林就此拜见黄万户 两人相互寒暄了几句 这才离去 第二天李忠林到了府衙上任 刚刚坐定 黄万户就带着众多士绅来到府衙 要为他接风洗尘 李忠林笑着说道 客随主便 既然黄大人有此美意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于是黄万户吩咐带来的厨子 在府衙摆开了酒席 大家入席 推杯换盏 一顿猛吃 酒制半酣 突然李忠林口吐白沫 栽倒在地 众是身见了 莫不惊骇 吓得不知所措 忙问杨宝全 大人究竟得了什么病 杨宝全回道 不瞒诸位 国家大人年前患了一场大病 因此发下誓院 要失周百日 但是大人囊中羞涩 此愿一直未还 所以现在就急复发 朱公炉能够捐银千两 帮大人还了誓院 才能够解救大人 众是身一听历史傻眼了 就想溜走 但是兵丁手握钢刀 虎视眈眈站在门口 这下坏了 看来今天不捐银子是走不出去了 还是黄万户会来事 赶忙带头捐了一千两 其他侍身一看 不得不硬着头皮赵树捐了 四日清早 雷州各地开启了州场 十里八乡的穷苦百姓 得到消息纷纷赶来领州 这还不算 李中林又令牙役打开粮苦 把粮食发给雷州各地 遭受旱灾的百姓 百姓这下乐坏了 不仅吃的有了 连春波的种子都有了 大家无不感激新上任的知府 都夸赞他是李清天 翻回头再说黄万户 自从那天在县衙 被李中林敲去一千两银子 就一直耿耿于怀 心中有此记恨李中林 就盘算着怎么八戒 钱德文扳倒李中林 一姐心头只恨 但是要贿赂钱德文可不容易 钱德文身为总管太监 什么金银珠宝没见过 一般的礼品 他根本瞧不上眼 但是钱德文也有个喜好 那就是爱好古董 黄万户打听到秀才金东亚家中 有一块祖传的古宴 精美异常 非常值钱 若是能够将这块古宴弄来送给钱德文 那就好办了 黄万户想到这 心里乐开了花 就吩咐加奴去请金东亚 不大一会儿 金东亚来见黄万户 等黄万户刚刚说了要买古宴 金东亚就一口回绝 说古宴是祖传宝物 无论开多高的价绝不受卖 黄万户听完也很恼火 发出狠话 你若不卖古宴 以后休想在雷州立足 哪只金东亚也是一根金 非常倔强 甩袖而去 黄万户眼看金东亚气呼呼走了 就带上重金买通了海康之线 两人合谋定下一条毒计 陷害金东亚 这天宪令从大牢里提出了 飞天大道黑蜈蚣 命令他将百两冠银 偷偷放入金东亚家中 先令大人发话了 黑蜈蚣不敢不听 于是趁着天黑偷偷摸入金东亚家中 将冠银放进了他家的柜子里面 金东亚一家睡得正熟 丝毫没有察觉 第二天一大早 金东亚还在睡梦中 突然大门被累得咚咚响 待他起身打开门 忽然一般牙役冲了进来 不由分说就将金东亚锁上了 金东亚脸色大变 大声叫嚷 我为犯法 为何抓我 牙役静止打开柜子 取出百两冠银 冷笑一声 赃银在此 你还敢抵赖 到了公堂 由不得你不招任 带走 临走时还带走了家传古宴 先令收了黄万户的贿赂 已经打定主意 要把金东亚枉死离者 根本不管金东亚口喊冤枉 直接就要牙役上刑 金东亚一个文若书生 哪里经受得住大行折磨 被打得皮开肉战 鲜血崩流几度昏厥 金东亚的妻子王氏眼见丈夫蒙兽不白之冤受此劫难 心如刀绞一般难受 他听说新来的知府李大人 清正联名执法如山 于是写下一张壮旨告到了知府 李忠林看罢 壮旨双眉紧锁 就找来杨宝泉 张常贵商议对策 三人商量了一会儿 李忠林吩咐张常贵 亲自前往海康县提来了金东亚 海康县令见金东亚被带走 心中暗自叫苦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 头顶乌纱帽不保啊 久急匆匆去找黄万户商量 黄万户听了不以为然 身后有钱德文撑腰 怕他做神 但是县令说李忠林和钱德文关系匪浅 这是怕糊弄不过去啊 黄万户听罢 道吸一口冷气 说道 也罢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你给李忠林送去种礼 不怕他不动心 钱由我出 另外我写一封信给钱德文 请他暗中帮忙 县令听完 这才稍稍心安 转身离去 四日清晨 牙役抬着两大箱金银 来拜见李忠林 并且递上了县令的亲笔信 李忠林打开信一看 就明白了县令的意思 他不露声色地写好了回信交给牙役 请他交给县令 县令收到牙役带回来的书信一看 乐得何不拢嘴 原来李忠林信上说 请他何荒万户到府衙赴宴 第二天中午 两人得意洋洋前来府衙赴宴 等走到府衙门口两人傻眼了 只见门口站满了老百姓 再看府衙里面 两班衙役左右站立 京东衙夫妇就坐在公堂之上 看到他俩怒目而逝 就在两人一愣神的功夫 左右衙役将他们推上了大堂 李忠林猛地一拍京堂幕 大贺一声 你二人如何陷害京东衙谋夺古宴 还不快从十朝来 黄万户仗助有钱得闻撑腰 百般抵赖 拒不认罪 这时候 站在府衙外的百姓 滑得一下冲了进来 指着县令和黄万户 控诉他们的累累罪行 要立大人严惩这两个恶徒 李忠林令人抬出那两箱金银 又把县令写的书信当堂宣读 先令和黄万户下的面如土色贪软在地 李忠林又根据老百姓的控诉 列举他们十一条罪状 两人战战兢兢签字画押 李忠林命令牙役将两人押入战笼 乘以战臂 转过头叫过金东亚 将古燕归还于他 并且赏银二十两 全当疗伤之用 待处理完毕 堂下百姓齐声高呼 青天大老爷盼得好 就在这时 一名公差飞马赶到 原来是为钱德文来送信的 李忠林打开信一看 是钱公公为县令和黄万户求情 李忠林笑了一声 我正要去会会这位钱公公 说吧 和阳宝全张长贵骑马往前辅而去 来到钱德文的行员 钱德文一听李忠林 已经处死了县令和黄万户 勃然大怒 高声叫嚷 李忠林 你太目中无人了 不等李忠林答话 杨宝全在一旁抢先回道 您老人家的恩情 我们李大人断不敢忘记 李大人一向懂得饮水思源 一定不会忘了您老人家的提携 钱德文听完 怒气稍稍消了一些 说道 你们李大人还知道饮水思源啊 杨宝全说道 我们李大人本是一片好心 斩了两人 一则平息民愤 二则借花献佛 超了黄万户的家产 要给您老人家送来 作为报恩之礼 听到这 钱德文转怒为喜 立即变了一副笑模样 连夸李忠林能干会办事 就派了十几名校尉 去把黄万户的家产押回来 回到府衙 李忠林摆下酒宴款待重校尉 酒憨而热之际 李忠林说道 现在天色已晚 大家不如明早再回去 校尉回道 钱公共有令 今天必须返回 李忠林不再挽留 送走了校尉 校尉压着几十箱金银珠宝 连夜赶往前府 走到郊外一座小树林时 突然冲出一伙黑衣人 嗖嗖嗖射出树枝利剑 校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纷纷重剑倒地 黑衣人压着货车 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再说钱德文还在家 等着收财宝呢 左等不见人回来 右等不见人回来 一直等到天光 也不见校尉回来 心中就有种不祥质感 立刻派冰丁去接 不多时 冰丁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大声喘着粗气 说道 大人 不好了 火车被强盗劫走了 校尉全部被杀 钱德文一听气急败坏 立即叫来了李忠林 献你三天内破案 缉拿凶犯 追回财物 不得有误 李忠林回道 公共受害 卑职怎么敢不管 只是卑职上任还不到一个月 没有把握将这火江阳大盗全部肃清 不过小人倒是有个好主意 说着靠近钱德文 低声耳语了一番 钱德文听完 笑得眉飞色舞 连声夸赞 李大人不愧足智多谋 好 就以你说的办 四日清早 雷州城门口贴出了告示 钱公共财物辆车 价值五十万辆 被强盗劫走 凡是能够提供强盗献左者 赏银千两 三日之内 无人揭发 就当是与盗匪串通 全部财物由雷州百姓赔偿 百姓看了 气愤不已 一拥而上冲到了钱德文的府上 钱德文此时也慌了手脚 就命令校尉驱散百姓 校尉人少 百姓人多是众 张长贵就混在百姓队伍里面 将校尉一顿暴揍 校尉吓得四散奔逃 只顾逃命去了 张长贵带领百姓 如同洪水一般冲进了钱府 钱德文躲在桌子底下 不敢出来 张长贵一把就将他拖了出来 大声喊道 大家看 钱德文在此 百姓对这个 搜刮民之民高的太监 早已恨之入骨 抡起锄头 钉耙就是一顿猛击 再看钱德文 早已变得血肉模糊 历时毕命 老百姓还是不解恨 放了一把大火 钱府顿时浓烟滚滚 烈焰腾空 不一会就被烧了个金光 钱德文惨死 钱府被烧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城 魏忠贤一听大吃一惊 立即把戴之锋叫到跟前 问道 雷州之府猪皮修是你宝剑的吧 戴之锋回道 是的 小人的本意 是想给钱公公添个帮手 魏忠贤听完大怒 看你办的好事 惹出这么大的事端 魏忠贤愚怒未消 立即传来自己的心腹马太极 命令他带领三百官兵 火速赶往雷州 彻查明辩一案 如果知府失职 可以先斩后奏 马太极领命而去 翻回头再说朱丁响 在北京收起了债务之后 舅机匆匆赶往雷州 走到雷州城外已是夜晚时分 守城的兵丁拦住朱丁响不让进 朱丁响高声叫嚷 我是知府大人的公子 哪个敢阻拦 兵丁将他当作无赖给撵走了 随后兵丁将这事告诉了李忠林 四日清早 李忠林出城迎接钦差马太极 朱丁响也混在百姓中观桥 他一看坐在马上的知府 竟然不是父亲朱皮修 登时呆立 李忠林将钦差马太极 迎到了七星山庄 待安排妥当后便回府衙了 朱丁响即刻来见马太极 将见到的知府 不是父亲朱皮修一事 马太极听完 将信将疑 你空口无凭 以何为政啊 朱丁响马上拿出债器 还有公布袁外郎的步骤 交给马太极 马太极看了这些文件 暗自高兴 真是天助我也 该着我立功啊 于是就把官兵的头目换来 做了一番交代 又命令随从去传李忠林 来七星山庄议事 李忠林这会儿正在和众好汉商谈 马太极的请帖就到了 大家想到了 这肯定与昨天那个 自称是知府公子的朱丁响有关 张长贵说干脆不去 杨宝全说不妥 那样反而容易遭疑 于是定下一条妙计 只需一计行事 万事大吉 不多时 李忠林来到七星山庄 拜见马太极 马太极冷冷地说道 我这里有个人想见见你 说吧 朝后面喊话 出来吧 马太极话音刚落 朱丁想带领官兵冲了出来 将李忠林围在当中 李忠林蹭了一下 从靴子里面抽出一把短刀 死死架在了马太极脖子上 高声呵斥 谁敢上前 我先叫他开膛破肚 马太极是个太监 哪里见过这阵势 吓得魂飞魄散 急忙大喊 不准动手 快退下 官兵只得退后 李忠林乐住马太极的脖子 刀尖抵住他的嗓子眼 一步步向外退走 一直退到大门外 李忠林大叫一声 狗官 拿命来 说话间 手起刀落 马太极当场毕命 官兵见马太极死了 迎而上就要捉拿李忠林 突然远处炮声四起 张常贵带领援兵快马杀到 只见刀剑纷飞 血光四射 片刻功夫就将官兵杀的片甲不留 李忠林回到府衙 将府衙仓库打开 把钱粮物质悉数发放给雷州百姓 百姓自食万分欢喜 第二天清晨 雷州城外贴出了一张告示 李忠林率领众好汉挂印封金 飘然远去 老百姓看到这个告示 若不伤心抹泪 奔走呼告 李大人啊 你走也不说一声啊 好让我们送你一城啊 直到多年以后 雷州城里还流传着众好汉 行侠仗义产强扶弱的传奇故事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